大家好,我是尤尔,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是宋毅,喜欢开玩笑的朋友会叫他宋铁,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美女演员宋毅从千年女配到大女主的成长故事。 宋毅1989年出生于湖北金门,16岁就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宋毅就加入了北京人艺,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这就等于在演艺圈选择了一条安静的路。 那几年他演了许多话剧,他演了雷宇的《四凤》、《家》的《明凤》,还有结婚的《花田春子》。 最早出道是在2009年,当时他年仅20岁,参演李少红版《红楼梦》,这部《红楼梦》中还有徐璐、李庆等众多美女,宋毅出演了相邻一角。 这个角色完成度不差,但是没给观众留下太多印象,所以宋毅也就没有就此打开心图。 真正让观众知道宋毅的,是2015年《伪装哲理》的余曼丽。 哎呀,怎么了? 我破车,破车怎么又坏? 早知道你换个新的了。 怎么来要去换新的呀? 所有的钱,我都给你拿去买衣服了。 我就是要一个新的自行车,我还没要汽车洋房呢。 在这部戏里,宋毅无论颜值还是演技,都终于得到了爆发的机会。 加上他穿旗袍的曼妙身姿,惊艳自作。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宋毅在大家口中,就成了娱乐圈小花中,穿旗袍最有韵味的那一个。 但更重要的是,他演出了余曼丽这个角色的命运感。 紧笑时,他看似一个不爱说笑的冷美人,居然是杀了三个男人的黑寡妇。 后来,他是胡歌的生死搭档。 每次执行任务,他都装扮成妩媚的舞女,而转身又会变成半世俐落的特务。 他和胡歌耍起枪来,魅力四射。 他最打动人的表演,还是他牺牲的那一场戏。 为了不连累名台,他从高楼上跃下,被人射杀。 因为余曼丽人士的饱满,以及宋毅深情的演绎,本来是女二的他,却盖过了女一的风头,一时被传为佳话。 可以说,伪装者让宋毅的名字终于被观众知道,他的演技也被大家认可。 伪装者之后,很多剧本来找他,演的都是女特务之类的角色,但都被他拒绝了。 宋毅的难得之处在于,他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演员自觉,不愿意在一种戏路上重复。 他想转型,想拓展戏路。 伪装者之后,他虽然演过很多电视剧,但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宋毅刚刚开始的新路,又开始沉寂,这就是演员的命运。 在还没有达到让行业顶级资源,任自己挑选之前,是很被动的。 撞上了一部好戏,就能被观众记住。 几部烂写下来,之前的观众员也被消耗殆尽。 直到2018年播出的《创业时代》,宋毅在其中出演女二号温迪,再次受到关注。 而且因为主演是杨尹,两个人的演技水平高下了一线。 不少网友都表示,在对比之下,宋毅的演技很好,碾压女一。 观众被温迪气到牙痒痒,骂她是渣渣。 虽然被骂,但比起演完悄无声息的寂静,这样的热闹其实对演员也是一种肯定。 至少说明她演得好。 温迪这个角色算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也算是她迈向转型的第一部。 宋毅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伪装者之后,自己演的角色都是比较善良的,所以她就想演一个不一样的挑战一下。 2019年年末对宋毅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她有两部电视剧热播,一部是她单纲女一号的心灵法师,一部是庆余年。 但是,心灵法师在豆瓣上评分只有5.3。 宋毅饰演的罗比鑫是个优秀的刑警队长,但是在剧里的表现却非常幼稚。 为什么要开炉? 猪网膜下枪初写什么意思? 怎么引起的? 你怎么判断的?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实检呢?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这样看过心理医生吗? 作为悬疑剧,剧中的逻辑漏洞太多了。 心灵法医没能成为宋毅成功的转型作品,但是另一部《庆余年》绝对是宋毅漂亮的翻身杖。 她饰演的男主范显的妹妹,聪明漂亮,是京城第一才女。 大大的眼睛,灵动的表情。 虽然戏份不多,但是角色人设讨戏,所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一位网友说,她虽然不是女主角,但是很出彩,比女主角出彩。 宋毅演的虽然多是女配角,但是常常拿她来拉踩女主角。 虽然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她演技的褒奖,但是宋毅很谦虚,情商也很高,说这种拉踩不好。 现在我感觉就是很多网友对于我的理解,就是我一演配角就要拉踩主角。 对,我是很不希望大家对我有这种固化的思维,而且我觉得不一样的角色,你非要拉她出来对比,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为。 演的也不一样,也不是说老版跟新版对比,我觉得这种起码有一个对比的可比性。 演的也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然后非要拉在一起对比,所以不能理解。 七余年大火之后,宋毅也终于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演艺生涯的春天。 千年老二的宋毅出演了《坠续》这部剧中的女主角,从女配角到女主角,不得不说,她的咖位有了明显的提升。 她在《坠续》中饰演一个不写情情书画,独爱经商理财的其女子宋坦儿。 郭启林在剧中扮演宁毅,是一个既聪明又有趣的角色,有点害羞,有点机智,还有点小霸气。 郭启林演绎得非常到位,虽然郭启林并非科班出身,但她在剧中的表现却并不比专业演员差。 《人生台词》也特别让观众产生好感。 《坠续》像是为郭启林量身定做的一样,喜感十足。 郭启林搞笑,宋毅纯美,宋毅的演技同样让人放心。 剧中苏坦儿对夫君的小崇拜和嫉妒心,通过宋毅的用心诠释,既生动又鲜活。 喜欢上一个人,就是白天晚上,都想看见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想的想的睡不着觉。 姑爷,小姐说他满脑子都是你,睡不着觉。 他什么呀,你想想想的。 我满脑子也都是他呀,让我上去吧。 《坠续》没有播出前,许多观众担心宋毅和郭启林从庆余年的姐弟关系变成了现在的夫妻,观众会不会出戏。 但是《坠续》播出后,没有任何违和感,就是觉得甜。 宋毅1989年出生,今年32岁。 郭启林,1996年出生,今年25岁,两人相差7岁,但是一点没看出来。 因为是第二次合作,所以很有默契。 还是感觉这方面戏份还编剧写得太少了,可能宋老师施加压力了。 好不容易迎来了这个剧中的感情戏,没想到是和自己的姐姐。 哎呀,想想还是接受吧。 收获就是和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尤其是宋老师,一起工作,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成长,是历练。 宋老师真的是我的老师。 老师不说行吗? 请。 跟你昨天给我那词一样。 好,我看一下。 宋毅现在在娱乐圈里的存在感越来越高了,甚至有点当红小花的感觉。 在戏外,宋毅是一个不作妖,低调的女演员。 在戏中,她的演技靠谱,可塑性强。 所以说,宋毅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她没有什么负面新闻和黑历史,路人员不错,作品资源也不错。 三月,宋毅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爱的理想生活》也开播了。 该剧改编自朱德雍的漫画《色女郎》,讲述了五位性格鲜明,经历迥异的都市女性,在生活的跌跌撞撞中最终找到自我。 宋毅在剧里饰演《结婚狂》。 我们在一起吧。 爱和结婚是两码事。 是一码事。 这个角色当年是由刘若英饰演,非常经典。 不知道这次宋毅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我是尤尔,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我该让你会奇人。 谢谢大家